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7月4日是美国独立纪念日 在今天美国举行了盛大的一个庆祝活动 还举行了罕见的阅兵式 川普总统还在林肯纪念堂之前发表了特别的讲话 关于美国独立纪念日这个庆祝活动新闻报道有很多了 所以这里也就不再多说 我们这里说一条和美国独立纪念日相关的新闻 就是在今天7月4日在中国的网络上就热传一篇 毛泽东在1943年写的歌颂美国民主的文章 1943年7月4日就是美国的独立纪念日 当时在延安的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 就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一个社论文章 他的题目是民主送献给美国独立纪念日 那新华日报就是人民日报的前身了 那么我们看毛泽东在1943年写的这篇文章 之所以会在今天的中国网络上热传 就是因为这篇毛泽东的文章 对美国特别是对美国的民主 他的歌颂程度是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之外 这里我们就摘入几段毛泽东1943年写的这一篇 非常清美的文章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说 每年7月4日这一天 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 自从世界上诞生了美国这个新国家之后 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 167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 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 他是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 觉得这世界还有希望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他接着说 从年幼的时候起 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 我们相信这不该单因为他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 他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 更基本的说 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 从美国的国民性中散发出来的民主的风度 博大的心怀 毛泽东这篇文章接着说 在中国每个小学生都知道华盛顿的城市 每个中学生都知道林肯的公正与策达 杰弗逊的博大与真诚 这些光辉的名字在我们国土上已经是一切美德的象征 他们所代表的已早已经不只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主的荣誉了 是他们使年轻的东方人知道了人的尊严 自由的宝贵 也是他们在我们没有民主传统的精神领域里 做起了我们可以抗拒法西斯思想的长城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接着说 中国人感谢美脉 感谢跟款 感谢抗战以来的一切一切的激增和援助 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 美国的民主政治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 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 学习林肯 学习杰弗逊 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 我们相信这才是使中美两大民族 一定能够永远的亲密合作的最基本的诚意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最后说 我们离得很远 但我们坚信太平洋是不会阻隔我们人民与人民间的友谊的 在患难中 我们的心向往是西方 在过去民主论责了我们的心 在今后科学将会增长我们的力 让民主与科学成为结合中美两大民族的纽带 光荣将永远属于公正诚实的民主与人民 我们看到这里一定会感到毛泽东被美国这个民主的所谓赞颂和歌颂的程度 和后来毛泽东这个独裁者的形象应该说是格格不入的 所以人们就感到非常吃惊了 毛泽东为什么会在1943年发表一篇这么亲美 这么赞美美国民主的文章呢 其实呢如果你看清楚当时的历史背景啊 就可以很容易的理解 毛泽东为什么当时会说出来这么亲美的话 为什么会这么赞颂美国的民主 关于这个历史背景呢 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中其实已经说过 这就是希特勒在1941年发动了苏德战争 当希特勒侵入苏联啊 苏德战争到了1943年 那时候进入一个最严峻的时刻 当时苏联是非常的被动啊 可以说是岌岌可危啊 那么在延安的中共呢 本来就是一个苏联共产党一手扶持起来的儿子党啊 如果苏共这个老子党啊 被纳粹德国给打败了 苏联垮台了 那么中共这个儿子党该怎么办呢 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呢 中共必然要面临一个重新选择前途命运的问题 另外呢 当时苏联是为了向世界各国这个输出革命 特别成立的一个叫做共产国际的组织啊 它专门支持和扶持世界各国的共产党 中共在1921年成立的时候 它就是隶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它是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 那德国入侵苏联之后呢 苏联已经是自顾不暇嘛 就不可能有什么精力再去援助世界各地的共产党 在1943年5月 共产国际也正式宣布解散 那共产国际宣布解散 其实就等于是告诉世界各地的共产党 苏联已经不管你们了 也管不了你们了 你们想办法自生自灭吧 那对于当时在沿岸的中共来说 共产国际的解散 就等于使中共成了一个没有娘的孩子嘛 因为当时中共的力量还很弱小 离开了外国的支援 他们是很难独立生存的 在苏联看上去 当时很快就要不行的情况下 毛泽东就看上了美国 他就想改换门庭 要攀上美国这个大树 就是让中共得到美国的支持 这样就可以使中共继续生存下去 毛泽东也很清楚 美国人最喜欢就是民主嘛 你要得到美国人的好感 就必须要赞美民主 你要得到美国人的支持 你就要赞美美国的民主 这就是毛泽东亲自撰写这一篇 极度赞美美国民主的这个亲美文章啊 而且呢 他还把这个文章的题目 他就叫做民主送 就是要歌颂美国的民主 我们看1943年5月 苏联的共产国际正式宣布解散 1943年7月延安的新华日报 发表毛泽东这一篇 非常亲美非常赞颂美国的民主送啊 两者之间的时间序列应该是非常的清楚 毛泽东这个亲美的大转向啊 对美国民主这么非常近似于肉麻的歌颂啊 的确是对中共的生存啊 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那本来呢 美国对中国共产党其实并无好感啊 但是呢 毛泽东这个对美国民主近乎于肉麻的歌颂啊 就让美国人啊 确实是对这个中共啊 有了好感 这其实也是毛泽东啊 还是对美国比较了解的 他知道美国人的特点不就是喜欢民主吗 我们一歌颂民主就能把美国人给忽悠住 不过当时的国民党蒋介石 他就不太懂美国啊 他们不但不歌颂美国的民主 反而和美国这个民主唱对台戏啊 蒋介石大力宣扬什么 一个国家 一个政党 一个领袖 这样的独裁言论让美国人十分反感 所以美国人根本就不喜欢蒋介石 在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呢 当时美国就是逼蒋介石 让他跟毛泽东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 不准蒋介石对延安发起军事进攻 所以呢 肯定是因为迫于美国的压力 就是一直把这个军事进攻啊 一直拖延到1947年才开始对延安发起军事进攻 这样呢 就让中共获得了两年 这个和平发展的非常珍贵的喘息的时间 如果说中共没有1945年到1947年 这两年和平发展的时间 如果1945年啊 蒋介石就按照他的计划 立刻就对延安发起军事进攻的话 那么国共内战的结果 很可能就要另外改写了 所以这样看来 毛泽东这一篇清美文章民主送啊 他真是起到了挽救中共的历史作用 那我们回过来说今天的主题 在6月29号大阪那个G20峰会上啊 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就举行了中美首脑会谈 达成了中美首脑协议 双方啊就同意这个中美贸易谈判重新开启 在这之后呢 人们就一度认为啊 中美贸易战就会走向缓和嘛 可是人们没想到 这次大阪这个中美首脑达成临时停火的协议 才没几天 习近平又反悔了 北京单方面撤回协议 这样一来呢 好不容易才这个可以说达成一个展示缓和的中美贸易战 又再次走向恶化 那为什么说习近平又反悔了呢 我们看昨天7月4号就是北京商务部举行的一个例行的新闻发布会 这次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的说法可以说颇为意味深长 我们这里就摘录一段当时候北京中央电视台的新闻稿 北京的新闻稿这样说 有媒体问磋商是否会从头再来 还是在此前的基础上继续进行 以及美方称不会再对中国商品加征新的关税 是不是意味着不会撤销此前对中国产品2000亿美元的加征关税 对此高峰回应称 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单方面加征关税是经贸摩擦的起点 如果双方能够达成协议加征的关税必须全部取消 中方对此的态度是明确的一贯的 首先北京新闻发言人他有一个很错误的说法 就是他说美国对中国的输美商品单方面加征 加征关税 现在中美双方都是互相向对方加征关税 根本不存在美国单方面向中国加征关税的情况 所以北京的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他明明知道中国也是向美国加关税了 所以他故意说成是美国单方面加关税 这就是要给美国制造一个很八道很不讲理的形象 如果我们把这次北京商务部的新闻发布会的新闻稿 用更清晰的整理出来 这就是记者提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中美贸易戳章是从头再来呢 还是在以前的基础上继续进行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问习近平在5月3日对中美贸易协议做的修改 还算不算数 如果说这一次中美贸易谈判是从头再来 那就是说习近平对中美贸易的修改是算数了 那么如果说这一次中美贸易谈判是在以前的基础上继续进行 那也就是说习近平对中美贸易协议的修改是不算数的 那么这次北京的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说商务部发言人没有回答问题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回答 因为北京对自己不利的事情总是避开不回答的 如果说这一次中美贸易谈判是从头再来 等于说习近平的修改是算数了 那就是北京占上风了 这样的北京是不会不回答的 所以说这次北京的这个问题避而不答 也就说明这一次中美贸易谈判的重集 是习近平的修改不算数 是在习近平修改之前的那个谈判的基础上开始重新开始 在这次商务部的新闻发布会上呢 记者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啊 他是这样说美方称不会再对中国加征新的关税 是不是意味着不会撤销此前对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关税 那这个问题呢 北京商务部的新发言人啊 他也没有做一个正面的回答 他而是侧面回答说 如果双方能够达成协议 美国加征的关税必须全部取消 中方对此的态度是明确的一贯的 就是说北京商务部的这个新闻发言人 他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反过来提出了就是美国对这个就是反过来提出对美国的一个底线要求 就是北京反过来要求美国要撤销一切关税 不过这里这个北京商务部的这个发言人啊 明显是撒谎了 因为他说北京要求美国撤销全部关税 是这个一贯的 是这个明确的 这个呢 显然不是事实 因为呢中美贸易谈判已经进行过十一轮了 在此期间的北京商务部啊 他的新闻发布会也举行过好几十次了 在过去的十一轮的中美贸易谈判当中啊 北京商务部从来没有提出过 这是要求美国撤销全部的关税 这是北京第一次明确提出 这要求美国要全部撤销关税 因此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 说北京要求美国撤销全部关税 这个态度是明确的 是一关的 这个说法是根本不对的 正确的说法呢 是应该说北京的态度发生了改变 过去呢 北京从来没有把美国撤销全部关税啊 作为这个中美贸易谈判的底线要求 这是北京第一次提出来 这个底线要求 就是第一次提出来 把这个美国撤销全部的关税 作为和美国谈判的底线要求 那北京过去之所以 从来没有把美国撤销全部关税 作为这个谈判的底线要求呢 那是因为啊 如果北京坚持这样的底线要求 那么过去的十一轮中美贸易谈判 根本就不可能进行 因为美国对中美贸易谈判 它的最核心的要求啊 就是要保留部分关税 作为一个执行机制 美国这个理由啊 它是因为过去北京的一贯 是达成了协议之后 它就不执行 所以呢 如果没有一个执行机制 来确保北京能够认真的执行协议 那么中美之间的任何协议 都是废纸一张 毫无意义的 所以这次美国特别强调 一定要有一个执行机制 就是要保证啊 北京会认真的执行这个协议 而且呢 为了保证执行这个协议 就要有一个执行机制 就是美国要保留部分关税 直到北京啊 确实执行了这个协议之后呢 美国再撤销关税 如果美国在一开始就撤销了全部的关税 那如果今后北京不执行协议的话 那美国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样的协议对于美国来说 就等于是废纸一张毫无意义了 所以美国一开始就提出要保留部分的关税 作为一个执行机制 当时啊 北京是答应了美国这个要求 所以呢 中美贸易谈判才可以举行十一轮 那如果一开始北京就提出这个是 美国必须全部撤销关税的底下要求 那么中美贸易谈判早就破裂了 不可能进行十一轮的 所以这是第一次啊 北京把要求美国撤销全部关税 作为他们谈判的底线条件啊 也就是等于说北京是拒绝要和美国进一步进行贸易谈判 因为北京也知道啊 保留部分关税作为执行机制是美国的最核心要求 你一旦拒绝了美国的最核心要求 双方不可能谈下去的 中美贸易谈判必然要再次的破裂 那么这样一来 北京商业部的声明等于是事实上啊 就否定了在此之前 就是6月29号习近平和川普在大阪达成的这个中美首脑会谈的结果 因为当时北京在这个大阪的中美首脑峰会之后 就发出了一个声明 他说啊 习近平和川普同意中美双方重新启动中美贸易谈判 美方表示不再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新的关税 这也就是说我们根据当时那个中方的声明啊 就是习近平和川普达成的这个重启中美贸易谈判的条件呢 仅仅是美国不再对中国加征新的关税 或者说啊 当时习近平同意只要美国不再对中国加征新的关税 中方啊就可以同意重启贸易谈判 根本没有提出是要求美国全部撤销关税这个底线要求 可是现在北京商务部突然提出要求美国全部撤销这个关税 这么一个所谓的底线要求啊 也就等于说美国你单单不对中国加征新的关税是不够了 你还要撤销过去所有的关税这是习近平当时完全没有提出的要求 所以说北京这次是突然提了一个新的要求 也就是等于说习近平再次毁约了嘛 也就是大阪的中美收脑峰会达成的这个中美收脑协议作废了 那么为什么习近平和川普达成这个协议之后 才过了几天又突然后悔又突然要毁约呢 这里面当然可能有不少原因 比如说北京的强硬派的压力等等吧 但其中最大的原因应该还是习近平本人自己造成的 这就是习近平不懂外交谈判啊 他轻易就答应了美国提出这个购买清单的要求 结果就造成了习近平后来他就不得不毁约了 美国的贸易顾问纳瓦罗啊 他在7月2号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的时候 他表示说就是这个川习会啊 再次展现了川普和习近平两个人的私人关系很好 或许当时啊 川普和习近平两个人都做出了一些很友好的表示 于是呢 习近平头脑一发热 就答应是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 而且还答应了要接受美国提出这个购买清单 那习近平居然其实答应啊 要接受美国的购买清单 这就反映出来习近平根本就不懂外交啊 因为这个外交谈判其实不是说不能让步 而是你要把让步啊做得比较巧妙 不要伤到国家的尊严和面子 所以呢 在外交谈判当中啊 最好啊 不要向对方啊做出一个单单方面的账簿 也就是说做出一个不平等的条约 或者是不平等的协议 如果说习近平答应就是中国要全方面对外开放 要开放银行业服务业 要用立法的形式 保护知识产权禁止强制技术转让这些事情啊 其实不会伤到中国的尊严和面子 因为中国全方面对外开放 保护知识产权这些并不是只是对美国开放 并不是只对美国保护知识产权 它是对全世界开放 所以呢 这个呢 并不是中国对美国做出的单方面让步 所以呢 这个就不是不平等条约或者不平等协议 可是呢 习近平答应中国单方面要大量购买 美国的农产品 这本身就是一个单方面的承诺 就是一个不平等的协议 更糟糕的是啊 习近平居然还答应了川普 就是要 就是他的一个购买清单啊 就是说等于答应要按照美国提的这个购买清单 去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 这个呢 完全就是一个不平等的协议了嘛 而且还是习近平亲自自己答应下来的一个不平等协议 如果我们从外交谈判的技巧上来说 即使北京啊 是不得不答应美国这个大量购买农产品的要求 那这样的协议啊 他也应该让刘鹤这样级别比较低的官员去签 习近平作为国家最高的领导人 他亲自答应这样的不平等协议 是非常不合适的 是十分有损于国家尊严的 我们看当年大清国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 那是一个非常不平等的条约 所以这个条约就必须要让李鸿章去签 如果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光绪皇帝或者慈禧太后 那是亲自签这样的条约是肯定是不行的嘛 因为这是一个最底线的尊严和面子 如果说光绪皇帝亲自和日本去签这个马关条约 这不是太没面子了吗 这是肯定不行的嘛 所以说即使北京你不能拒绝美国要求 必须要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 那也不应该由习近平本人来搞承诺 应该是让一个低级别的官员去承诺这个事情 这个是保持中国国家尊严的面子一个底线 可是习近平他不懂外交 他很轻易就在这个大阪的中美收纳会上 他就答应了川普的要求 是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 甚至还答应了接受美国的购买清单 所以习近平和川普谈完之后 忽然一想他也觉得不对劲啊 一拍大腿后悔了 因为习近平答应中国单方面购买 大量的美国农产品 本身就是一个不平点的协议嘛 而且他还要答应接受美国的购买清单 那就是实在太没面子了 就太说不过去了 这样一来习近平回来一想又后悔了 就想毁约 所以呢 就是他就想要撤回啊 他这一次和川普在大阪这个收纳峰会上 达成这个中美收纳协议 但问题是习近平他也不能直接说他后悔了 说说我后悔了 我要收回和川普做的那个承诺 这个呢肯定是不行的嘛 所以呢 习近平要后悔 要作废这个中美收纳协议啊 那么他就必须要用其他的办法 而且习近平要敢在美国提出这个购买清单之前 要先作废这个中美收纳协议 否则你的美国人的购买清单来了 那习近平就更没有面子了 因为习近平不能直接说他后悔了 所以他只好提出一个美国人不可能答应的条件 这样呢就让这个中美贸易这个谈判 或者中美首脑协议啊 就自然就作废了 因为如果美国不答应 北京提出这个底线要求 就是如果美国不答应全部撤销关税的话 那么北京也就不必答应 说是习近平做的那个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的承诺 这样一来呢 就可以让这个中美首脑协议啊 自然就作废了 就可以挽救习近平的一些面子 但问题是这样一来 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 习近平和川普的这一次首脑峰会 又是一次欺骗了 因为习近平你亲口答应 就是要立即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 而且还要接受美国的购买清单 那这个承诺他马上做出来之后呢 马上就毁约不认账了 你这不是欺骗吗 所以美国人必然认为啊 习近平对谈判是毫无诚意啊 习近平做出的承诺 他一转眼马上就可以不认账了 所以呢 他们就认为习近平和美国谈 就是在忽悠美国人 就是在骗美国人 就是为了拖延时间而已 那么这样一来呢 今后中美之间要想达成任何协议 都是非常困难 因此我们在前几天的节目中就说啊 习近平他居然能答应美国这个购买清单啊 以后必然会惹来巨大的麻烦 可以说果不其然呢 习近平这一次他再次毁约 让这个中美首脑协议给做会啊 也就是让中美贸易谈判再次破裂 其实就是因为习近平答应美国这个购买清单惹的货 我们回过头来看啊 习近平这种对外交可以说一窍不通的人 他应该最好不要去和外国人直接谈判 他越谈是越糟糕的 因为在外交谈判的场合 对方提出的要求你立刻要做回答的 你要立刻回答答应或者不答应 这个呢是不可能给你时间商量 就是让让你再召集什么智囊团 慢慢商量商量这个讨论之后再决定 这是不行的 对方提的这些条件你当场就要拍板 是答应不答应 那习近平如果当场拍板做回答 他就必须要懂外交啊 他就应该懂得什么条件我是可以答应的 什么条件我是不能答应的 可是习近平他不懂外交啊 他就把可以答应的条件他不答应 把不能答应的条件反而给答应下来 这个呢不仅是习近平本人的一个瞎折腾 他还把整个中国的利益也都赔进去了 了解历史的朋友都知道 当年毛泽东和美国总统尼克松见面的时候啊 尼克松一上来就要和毛泽东谈外交问题 当时候毛泽东却一摆手说说 这是我不跟你谈让总理和你去谈 我们只谈哲学 为什么毛泽东不和尼克松谈外交问题呢 为什么他只和尼克松谈哲学呢 这个呢其实就显示了毛泽东的智慧和他的自知之明 因为毛泽东还是有自知之明啊 他知道他自己不懂外交啊 如果他去和尼克松直接谈外交问题 那对尼克松提出的要求 毛泽东就要立刻做拍板 立刻回答 可是毛泽东他又不懂外交啊 他就没有办法判断是哪些条件我是可以答应 哪些条件不可以答应 他当场判断毛泽东是判断不了 所以如果你让毛泽东和尼克松直接谈判 毛泽东就有可能把可以答应的条件 他没有答应 把不能答应的条件 他反而给答应下来 这个就是一个最糟糕的事情 所以毛泽东还是有自知之明啊 他把外交问题交给懂外交的周恩来去谈 他只跟尼克松谈一个完全无关的哲学问题 这个呢是一个最明智的做法 但是习近平却没有毛泽东这样的自知之明啊 他以为他自己啊 真是像川普总统说的那样 他是一个200年以来中国最伟大的领导人 所以呢习近平他要把什么事情都包揽下来 都他自己去干 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也说过 就是习近平啊 不管什么事情他都要管 而且管得太多管得太宽 这个呢就成为当前中国的最大的问题了 那这一次习近平亲自和川普的谈判达成了协议之后 他又马上又后悔又要毁约 就再次证明了我们提出的上述这个问题 好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